太茶了 准备出发飞往对岸进行炮炸寒丹盛会 台东宣武堂的成员们各个怀着高度的期待 因为这已经是继2017年之后 相隔7年再次有机会踏上对岸进行文化交流 因为2017年我们宣武堂有受到 青岛妈祖联邮会的会长赵会长 邀请过去炮炸 那一次的有获得不错的反应 然后这一次因为他们办第二届的青岛妈祖文化节 所以再度受邀前往炮炸祈福 这一次去的话预计会炸200峰至300峰左右 我们预计明后年吧 明后年邯丹寺那边会有人 会分领我们的神尊过去那边供奉 阔别7年宣武堂再度的受邀赴青岛参加宗教盛会 30人团队将演出寒丹爷仪式 受到当地鞭炮禁令的影响 改以影片鞭炮声来代替 并且以为点燃的鞭炮象征性的投资 仍然展现了文化交流热忱 当地政府表示因为法律的问题无法释放鞭炮 我们也很开心地能够受邀来参加青岛妈祖文化节 希望以后可以将炸寒丹的盛况再一次 更完美地呈现在青岛 台湾宗教白警炸寒丹受邀参加青岛妈祖的文化节 尽管受限于当地竞放鞭炮的政策 以影片生效来代替炮炸 团队依然是展现诚意 这次无声寒丹演出不仅是推动两岸宗教交流 更彰显了台湾传统文化的韧性 人间新闻后面巧在台东的采访报道